哈嘍 大家好 我們再次回到上古卷走奧納 今天要教大家打的副本是 珊瑚舊巢 首先呢 這個副本在小怪的部分好像沒什麼難度 但這個副本他有7個BOSS 一個是隱藏王 所以說玩家可以選擇打6個BOSS或者是打7個BOSS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一個BOSS的打法 很簡單 王打到不知道多少的血 他就會全部點名 然後都會有一個墊圈 那這個墊圈就佔十字型就可以了 然後繼續輸出王 就這樣 接著我們來講第二隻王的打法 這隻王也是蠻容易的啦 就開場進去的時候 王會點名一個玩家 然後如果你被點名的下面有一個圈圈的時候 然後你要馬上找一個 他會有一個圈圈 就是中空的 就是他只有邊 但是他中間沒有任何的東西 然後他有一個綠色的暗示就是說 你被點名的就要趕快跑到那個圈內 他就會消除那個狀態了 如果你沒有進去的話 等到這個狀態結束之後 你就被秒殺了 然後王打到一段的血 就會有造出漩渦來 然後造出這個漩渦的時候 玩家不要急 可以多到幾圈沒差 因為那個傷害沒有很痛 但是你要看坦克的位置在哪裡 跟坦克集合 因為這邊的怪啊 都有可能會遇到那種 秒殺輸出跟奶媽的 那只要打這個發光的怪就可以了 打一打 就換下去 然後打完之後呢 他王就會把你們 這個兇獲就會消失 王就會把你們抓回去 然後王會招小怪 招小怪就 範圍清一清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如果你的人物的頭上有發現一個準星的時候 追你的怪一定是也有準星的 他只要靠近你他就會自爆 所以不要怕 他那個閃的過 你到時候怕閃不過你要反滾也可以 好 喔 啊 啊 啊 稍微轻微轻微轻轻 啊 你认识,我不记得 Must have been those knocks to the head The here with the prisoners Take them out Or Seradam will have a head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三隻王的打法 這隻王也非常容易 就是開場 連著王就對了 王打到 不知道多少的血他就會飛上去然後 外面的大圈圈就會爆炸 然後你只要沒有站到那個圈邊都不會受影響 然後就換一邊然後 一樣貼上去 就這樣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四隻王的打法 這隻王比較考驗的是玩家反應啦 因為很多 陷阱啊 王會丟一大堆類似範圍的 就是會丟很多飛鏢啦 你就是要躲開來 所以說整場都會跑來跑去 王會點名一名玩家 然後放 飛鏢 啊 被點名的玩家其實可以到邊邊去 然後做一個格擋的動作 但是要移動喔 就是格擋移動的動作就好了 因為他那個飛鏢 要到你那個點之後 蠻慢的 如果你要保持遠距離的話是蠻慢的 然後 你看 我打的過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蠻好 蠻好躲的 不用就是 亂跑 因為亂跑的話 你 圈放得不好的話 怕隊友會踩到 然後王 打到一段的血之後呢 他一定會 跑上去 然後跑上去就會叫一堆小兵 小兵就是坦克拉住 用範圍器清一清就可以了 王會放一個動作就是一個 翻滾的動作 在過程當中你們一定會先看到這個動作 這個就是玩家自己的反應要快 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我們就要事先去跑過去另外一邊 做一個進行打斷的動作 然後好像打到50%以下的血之後 王會變成另外一種模式 就是變成他 會招分身 然後是在 每個柱子的旁邊 這時候就是要找真身嘛 那我建議就是說 當他放這招的時候 四個人 馬上就是散開來戰 馬上找最近的分身都趕快斷招 因為他那個出來之後都會放 持續放那些招式 持續性的然後都是可以打斷的 反應快一點打斷打斷就馬上可以打到 增生了 然後王好像會在自己的範圍放一個大 大圈的爆炸那個 其實 如果反應快的話直接格擋就可以把 把他敵掉了 剛才聽到 已經沒有了 不得到 我失敗了 接下來我們講第五隻王的打法 就打打打 然後打到不知道多少的血 他就會招出三個殘影 然後會對著他放一個好像保護罩 然後我們就要去打那個殘影 就是集火輸出 然後打的過程中最好是移動打 就是左右左右這樣子進行攻擊 這樣比較不會有持續傷害那麼痛 等下我們來講 尾王的部分 不難啦 就是一直要跑來跑去 閃來閃去 然後開場就是坦克拉好王 王會就是 忽然造那個波浪 海浪 海浪的話他只會就是一個方向 然後會衝三條 三條的話是按照順序 就是說他不會 不會重複放海浪 所以說玩家只要記好 他的順序是 哪裡先開始 最安全的了 然後王會點名兩名玩家 地板上會有黑的圈圈 那個圈圈 建議就是放邊邊 不要放在那個戰鬥中裡面 要不然的話 會很亂 那個可不可以打斷火不知道 那個坦克要自己注意 然後王之後會有叫那個鳥下來幫忙 叫鳥下來幫忙的時候 記得輸出轉火 然後他的每隻鳥是隨機叫的 有時候這隻鳥可能會放 電啊或者是 放一些奇怪的技能啊 記得就是躲好就好了 然後王好像是到50%以下吧 他就會對 玩家造 會選一名玩家造 那個一顆水球 那個水球我建議是打掉 如果不想打掉的話 被點到的那個人 到邊邊去 就是先離開人群 因為那個範圍抱起來蠻大的 離開人群之後趕快找到那個水球 然後你靠近他 當他要靠近你的時候馬上隔擋 可以抵掉一些傷害 至少不會那麼痛 然後像有一隻鳥 會造那個龍捲崩 那個也要躲好 那些都其實還好沒有到太大的難度 他是不是要動家 要動家 要防As 那些什麼想法 暴遠 而且 接下來我們來講隱藏王的打法 那這隻王的打法其實我還沒有摸透啦 那以我們目前的打法是說 王會招觸角 然後他一開始會招兩個觸角 那兩個觸角分別一個是會放類似水球的東西 然後他會指定一個玩家 就是他每顆水球出來都會指定一個玩家 然後都隨機的 阿比指定到他會慢慢的過去 然後到你身邊的時候會引爆 那個其實都來得及閃 另外一個觸角呢 他就是會朝玩家的地板上放圈 一直會做一個好像雷射的動作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讓你就是 如果這時候有人倒地的話 就會讓你一直沒辦法去救了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坦克就是扛著王 然後輸出跟奶媽就先去打觸角 就是來回打 阿來回打的時候過程當中會路過王 就順便丟一些技能 就慢慢的磨 因為如果你的反應慢的話就是這樣慢慢磨 阿如果你們的反應快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打王 然後把王打到就是說 他把第三個觸角招出來 第三個招出來的時候就是會變成一個大方文的兵 然後那個觸角會保護那隻王 如果他招出這個觸角之後呢 玩家就可以先不要急著去打王 也不用急著去打觸角 先把外面那兩個剛剛說的那兩個觸角 很煩人的觸角先打掉 因為王被保護狀態的時候 觸角打掉他是不會重生的 所以說我們先把野外的那兩個觸角打掉之後呢 再一起去那個兵的那邊打那個兵的觸角 然後就差不多就這樣子的重複 那坦克部分呢 我會建議就是扛著王嘛對不對 然後當王會瞬移 瞬移的時候 應該不算說瞬移啦 當王會遁地的時候 他會從另外一邊出現 那他遁地的時候你要馬上過去 就是他原本遁地的那個圈 你也可以遁過去 就跟著全程黏著他 讓他不會找機會去 因為他還有一招就是會拉其他隊友過來 然後做一個致命的攻擊 那如果你全程黏著他的話 他是不會去抓其他人過來 就算抓了其他人過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幫忙就是打斷啦 因為很明顯 然後你可以打斷就是不會被終結 我會不會打斷 嗯 你還沒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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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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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